连载小说 霸城烟云 7.大兴土木 2.花了数十亿美元买的数百台机器 原本硬是要在心理年底前让设备进来 但因为C公司施工的脚步赶不上 无尘是进度落后 主体完成之后漏水不断 电力系统也不完整 所以只好紧急通知厂商交货延后 有些已在路上的 物流部门只好找到附近的仓储 随便乱塞 有些需要冷冻储存的 还必须拉到别的省市 安顿到特别的仓库 从拼命催货到请求延迟 买卖双方混乱错愕的景象 令人打开眼界 从厂商的角度 他们必须要在年前完成销售 所以立场是快速出货 除了销售业绩的压力 他们也已经嗅到了市场开始变热的迹象 厂商甚至回过头来威胁C公司 如果不快收下这批货 未来也不一定仍会卖给你 决力归决力 最后还是欢喜冤家一场 一旦厂房大致完成 一切设备就像动物园搬家 一个个由超级大卡车排队送进来 因为保险的关系 全程都录影存正 直至到达定位位置 有些昂贵的设备是搭飞机来的 还要确定机场跑道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也要办一些特别的通关单才能够顺利完成 上百机台从世界各地络绎运来 有的需要恒温 有的得防震 工程师们在闸门口迎接他们指定的机台之后 立刻一拥而上 开始所谓的九度空间快速安装过程 和供应商们在无尘式共同测试和调教 一个个串接起来 日以继夜做下去 为生产和测试晶圆铺路 第一波的考验鱼烟开始 设备一旦进来之后 立刻开始考验厂房的品质 由于当地选定的承包商 完全无建制和规划半导体厂经验 再加上付钱的老板不是C公司 所以施工时经常吵吵闹闹 笑话频传 新厂房在负十度的天气下 还没装门窗 还没有锅炉暖气 工程师们还得在办公大楼和厂房之间两地奔波 几经权衡轻重 虽然漏水不断 锅炉只够保暖昂贵的机器和董事长事 但未了便于管理 也未了年前进驻厂房的目标 公司仍然在过年前冒着风雪 将所有的员工从办公大楼迁入厂房 一旦员工进驻 除了必须克服无空调的坝城严东之外 同事们还必须每天面对漏水的办公室 官人的电梯 不明品质的饮水 时好时坏的卫生间 并且吸入大量新办公室的甲醛 形成喉咙痛 眼睛红的各种争厚 工厂盖在进机场的新开发区 每天一早 三十辆大巴浩浩荡荡 从坝城的四面八方 把同事们载来 鱼罐通过安检之后 先吃早餐再上班 无晚餐也都提供 四周荒芜一片 没有任何生活机能 在四班二轮的环境里 工作非常规律 挑战也才刚刚开始